平安 平安 好 我这个主题后 是认识 启示录中的耶稣 那我想请问你们 在启示录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经文 我们都很熟悉的 对不对 你可以不会讲一两句 来听一下 你对启示录的印象 想要启示录 你想要哪一些经文 圣灾圣灾圣灾 还有呢 帝兄胜过祂 是靠着包羊的血 还有自己见证的道 那孩子跟你说 宝座 宝座 还有呢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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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到我这里来 对 这句话很有能力 有谁曾经见过这场 向到我这里来 结果就有了很特别的经历 来挤手一下看一下 哇真的有耶 好棒喔 我还没有这样的经历 可是我很渴望 还有呢 你们还有想要哪一些经文 在启示录里面 有阿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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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接下来要问 一个问题 就是 有多少人 也读过 启示录的举手一下 哇 这么多人 太好了 来大家鼓掌一下 因为启示录 是不是很容易 读的一本书 不是 是不是很难 读的一本书 是不是很难读的书 那这本书 是给谁的呢 请问 给我们 确实很难读的 因为有些人说很容易 到底是容易 还是难 到底是不是给我们 我们待会一起来看 启示录在最后面 最后面里面 有一句话说 圣灵 与 信父 都说 来 对不对 还有一句话说 主耶稣啊 约你来 所以这句话 好像是一个故事 到一个高潮 把整个故事告诉你 最后就说 圣灵与信父都说 来 那这个字呢 我以前听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啊 这个一定是圣灵和信父 都在跟主耶稣说 愿你来 那后来有一次我听 麦彦讲的时候 我觉得 他讲的这个更有趣 因为扩张了我整个 对这句话的这个了解 他就说 这个来 他有没有说耶稣来 或是他说什么东西来 他就没有很清楚的说 什么来 所以呢 麦彦呢 他就说 这个来呢 是可以对耶稣说 愿你来 那对耶稣说来呢 有两重的这个来 一个呢 就是今天 每一天 每时每刻 都来造反我 来亲近我们 因为我现在需要你 那这个就好像 Korea所说的 圣灵就在我们里面 我们要来亲近他 我们耶稣祝你来亲近我们 那同时呢 神也是在他 远在天上的宝座上 所以我们第二个说耶稣来 是指他第二次再来 是他确实的 实际上的 回到地上来 在地上设立他的宝座 所以圣灵与新父都说来呢 是有两方面的 对耶稣说来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来 对着教会说 来 来亲近耶稣 对着还没有信主的人说 来 来亲近耶稣 凡口喝的你要来 来喝着水 来亲近耶稣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圣灵与新父都说来 我曾经有一次有朋友说 为什么你们都要说 教会是新父 你为什么不说是军队 你会想说 那也是 可是在起诉里面 很多时候 称教会为什么 新父 他有没有说 圣灵与军队都说来 没有 对不对 他很清楚说 圣灵与新父都说来 所以在整本起诉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 强调的地方 就是教会 身为新父的这个身份 当在过世的时候 这次当整本起诉你读完 只会带下你心里面的 一个激动 一个激发 就是让你进入 新父的身份 让你能够与圣灵 合而为一的 一起来对主耶稣 来 合而为一的 一起来 就与世人说来 来亲近耶稣 一起合而为一的 对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说 来 我们来亲近耶稣 来喝 这火水要这样喝 所以呢 既然在起诉 从一章到二十半章里面 最后可以带下 这个圣灵与新父都说来 所以今天 我们要在很短的 剩下一个半小时里面 来看 这整本起诉 很快的方式来看 这整本起诉里面 到底在记载什么 以致我们可以听到 二十二加十七节的 圣灵与新父都说来 好 给我们看下一个 我在 帮我按下一个 好 现在 我再问你们下一个问题 启示录的主题是什么 换句话说 当你听到 启示录这本书的时候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东西 默示 默示 预言 荣耀 还有呢 最大声的讲让我听见 结局 耶稣再来 对不对 好 你知道我很久以前呢 听到启示录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就是 灾难 很多人呢 想到启示录的时候 就想到 灾难 好恐怖 然后去看 你知道我那时候在 小学的时候 有时候听说 要读圣经 就翻开圣经 通常从第一本书开始读 通常没有读完第一本书 就不知道读到哪一圈 又重新开始 又从第一本书开始读 所以呢有一段月 有时候觉得 每一次重重来过 都是创世纪 我这次从最后一本书来开始读 当我读完几次的时候 我还想 这是什么东西啊 天哪 又有龙 又有这么多头 完全搞不懂 那是什么东西 可是我相信那一次读了 没有一个是百倍的 对不对 神还是会把他的话 也种在我们里面 没有想到 三十几岁的我 来到这里之后 会花过这个五年 就是一直在读启示录 那我要解释一件事 当我花五年的时间读启示录 不表示创世纪啊 初埃及记啊 这些约翰福音啊 我不读 因为当你读创世纪 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 你们有很多东西 会让你想回旧约 你们有很多东西 会让你想回新约 想回耶稣的人 知道 在地上的生平 想回约翰的 还有这些 使徒们的书行 所以当我说 我库句五年都在读启示的时候 启示同时 会有在读其他的圣经经文 这是以经解经的方式 所以今天我很开心的 要来给你们分享 这个启示录 所以那倒回来 这个启示录的主题 到底启示录里面 有没有告诉我们 启示录的主题是什么 耶稣基督 我们来看 因为我这个好像 我们不管用了 好 我们一起来念一章一节 启示录它本身 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这到底是什么书 这个主题到底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念一章一节好吗 来 请 好 所以刚才我问 启示录是什么 有人说耶稣有没有 嘿 那人答对了 启示录里面 启示录就是 耶稣基督的启示 那这个启示这个字呢 是从两个字 希腊式的两个字 结构起来的 那个前面那个 Apo那个字呢 是出来 从我们的东西里面 出来 Out of 然后下面的那个字呢 那个字 Kalumpo 我又不是很会念 第二个字呢 就是隐藏 是躲藏 所以当你把这两个字 放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说原本隐藏的 原本躲藏 原本盖起来的东西 现在把它掀开来 把它拿出来 所以换句话说 起诉这本书 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 原本是隐藏的 原本是遮盖的 原本是遮盖的 可是这个时候 把它打开来 把心开来 让我们可以看见 耶稣基督 关于他 属于他 也是他要做的事情 好 再看下一个 那是不是起诉这本书 是不是也是末世呢 也是 因为这个末世 是属于他的 是关乎他的 我现在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可不渴望 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 那如果你知道这本书 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原本隐藏的 原本遮盖的 现在已经掀开来给你的 你会不会花时间 花代价去看 会不会 那请问你 如果之前 没有好好花时间 读起诉的 你今天回去 要不要好好的来看一看 好好的来研读一下 好 我们来看 回到一章一节 他说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 是谁赐给谁 父神赐给他 是指耶稣 那他叫耶稣 将要快成了是 只是他的 救仆人 那这个救仆人 有没有包括你 有 有没有包括我 好 对你旁边来说 这本书是给你的 所以他说 不要以为太难 不要以为读不懂 既然是给你的 你就一定读得懂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 帮我看下一眼 耶稣基督的启示 好 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 我们都知道这句话说 我以什么为至宝 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既然你已经得了 启示录这本书 你有耶稣基督的启示 在你手中 你可以来认识他 你要以认识他为至宝 那你知道启示录里面 不是很多单单讲到模式 他前面第一章呢 就讲到耶稣 看见耶稣 里面有二十四项描述 描述这一位 掌管人类历史的这一位主 他是怎样的一位主 接下来第二章第三章里面 就有记载了十八项 关于耶稣的描述 当中有十二项是重复的 所以让我们知道 认识耶稣他的知识 还要认识他的心意 他要给我们的奖赏 会帮助我们 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 给教会的书信里面 看见怎么样成为得胜者 怎么样成为受过你的软弱 受过你的罪恶 受过你环境的得胜者 不是定睛在我们的罪恶环境软弱 是定睛那在对我们说话的主 还有他要给我们的上赐 好再看下一页 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 父喜悦叫一切的什么 住在他里面 一切的丰盛 你问你旁边的人说 你喜不喜欢得到这个丰盛 有没有跟你摇头说 我不在乎这个丰盛 是什么的 你知道他就是说 父喜悦叫一切的丰盛 一切的好处 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 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里面 包括这一切的丰盛 他都要赐给我们 让我们看见 接下来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 说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接下来说到我们在他里面怎么样 也得了这丰盛 来再次对你旁边的人说 你在基督里面 你得了这一切的丰盛 如果你这样跟他讲 他还是面无表情的话 请你把他摇一摇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消息 在基督里面 我们得了极大一切的丰盛 好 确定你旁边的人都很喜乐 这个是一个好消息 既然是说一切的丰盛 请问你有没有任何好处 在他里面 没有 请问有没有任何好处 是我们得不着的 没有 都在他里面 现在就是在乎 你愿不愿意去得着 你愿不愿意去发掘 你愿不愿意去付代价 你知道我们人很多时候 我们小时候很多的学历 我们去读很多的书 很多的装备 好让我们可以更多的 能够去用我们的才干 用我们的这个学历 能够去成就大事 能够得着 世上所给我们的 可是亲爱的 所有一切的丰盛 都在基督里面 你若愿意花时间 你若愿意去发掘 你一定可以发现 知道一切的好处 你是可以得着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各洛西书二章三节 那里说到 所积蓄的一切 智慧知识 都在哪里 都在基督里面 你知道吗 耶稣基督的启示 我们如果得着的话 我们不但得到一切的丰盛 也得到一切的智慧 一切的知识 而且三章二节说到 我们的生命 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请问你认识耶稣好不好 你认识耶稣 你就得到一切的丰盛 你认识耶稣基督 你就得到一切的智慧知识 你认识耶稣基督 你就知道 你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 何等的丰盛 要像寻宝一样 把一切都变化了 要去得着那至上至宝的 以认识基督为至宝 所以我们把这些经文 都放在启示里面 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既然耶稣基督的启示 也就是所有一切关于他的 你可不可顾来得着 耶稣基督的启示 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 可以看下一页吗 好的 再回到这里 说到给他咒扑人 就是你和我 所以呢 在这里呢 他有说到把快要成的事 那快要成的事 告诉我们呢 就像是一个大戒指 好 现在跳出来一下 有多少人喜欢看小说的 计算一下 不要说现在好了 里面可现在都很属灵只看圣经了 属灵书记不看小说 多少人曾经很喜欢看小说的 对啊 好 有些人不喜欢读书 有多少人曾经喜欢看电视剧的 哈哈哈哈 好你知道 其实我曾经也很喜欢看这个电视剧 多过看小说 那我偶而累的时候 我还是会看一看 然后觉得 可是现在看起来都觉得很无聊 很无味的 对不对 可是年轻的时候呢 就会很喜欢看 那我发现呢 我每次要看一个电视剧 或者是一个故事的时候 我要知道他的开始是怎样 然后呢 我可以越过中间所有一切 就马上先看他的结局 最后一章 知道的最后一章的时候 比如说啊 在这个爱情故事里面 有这么多个四角有五角有没有 到最后的时候 诶 这个男主角和女主角 要不要在一起 他最后选择的是谁 然后最终在中间这些坏人 他们的结局是什么 你一看大结局 你就知道了 对不对 那当你知道的时候 我再回去看第二章 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很心里很安然的 没关系 我知道在最后里面 那两个男主角女主角 一定会在一起 这个大坏蛋中间 再坏也没关系 我知道他最后一定会 就是完全的失败 那所以呢 其实我后来发现 我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我不知道你们跟我一步一步 一步是同样 是这样的人 你们可能就是那种按部就班 看完第一集 看第二集 看第三集 可是我喜欢跳 先看结局 先看大结局 我就很放心的看 二三四五六七八中间 这个 所以我觉得在人生的历史里面 我们常说 哇创世纪 从哪里来的 世界宇宙万有从哪里来的 嘿 教会里面 是不是常常说到创世纪 有没有 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然后还有我们也来说 这个人类历史里面 最重要的 是耶稣道成肉身 定在石架上 这个重不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那可是我们今天 过着今天的生活的时候 唉 怎么这么苦啊 我们一知道耶稣定在石架上了 为什么今天还会软弱 为什么今天还会跌倒 然后呢 你在辅导旁边的人 唉 跟他讲了N次了 他们还是听不懂 还是照样 同样掉入同样的试探里面 跟他解释了 还是同样的问我同样的问题 你们后面有时候觉得很取权 跟他讲了这么多次的 辅导真的辅导了两年了 到头来问的问题 跟第一年开始的时候 一模一样的问题 然后或者是你说 哇 我们的教会有时候又很火热 包括会怎么还是来的两个人 两年后 还是只有两个人 那五年后 可能他们生小孩 来的四个人 五个人 多了几个 有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 发现 再看超世纪也好 再看耶稣定时间也好 再看到今天的时候 有一点点小沮丧 有点觉得 到底前面的到底怎么样啊 那有人就说 唉呀 这么多大灾难要来到 我今天要怎么去面对 像 我在教导我孩子 关于这个大灾难 跟中文起诉 还没有很完整嘛 所以他们现在 祷告四处啊 全你拯救我 让我在末世里面可以 I can survive the end time 他每天都祷告 That I can survive the end time 我就觉得 我是有当妈的 而且他又很成功的 把整个起诉教导他们 也就是说 让我能够不要经历 end time 让我不要经历末世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看 我们如果一直往回看 往回看 然后再看到今天 今天跟过去 差别这么大 可是 当你知道 在最后 最终点 我们这个光景 会不一样的时候 你今天再困难 你有没有信心 你今天环境再艰难 你有没有信心 你知道 那一天一定会不一样 我们当然会来看 到底 我们的大结局是什么 我们知道开始是什么 我们知道 他的那个突破点 定时架是什么 我们不要停在那里 我们要看 我们的大结局是什么 当你看见你的大结局 你知道男主角 耶稣基督 还有你主角 新父 一定会在一起的时候 还有这个 这个傻蛋 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坏蛋 一定会完全的被消灭的时候 你今天面对他 你不会害怕 你今天看见你的软弱 你有信心 你有全力 所以 在这里说 要把 快要成的事 先告诉你 让你今天 让我今天 有信心的 可以走下去 好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启示录好像22章 好多好多很复杂的东西 可是 把简单化 分为四个部分 很简单的四个部分 待会我也考一考你们 好 第一个部分就是启示录一章 蒙昭 约翰他蒙昭要写下这本书 那第二个部分是启示录二章三章 我们都很熟悉的 给七教会的起封信 那请问你 第一个部分是什么 蒙昭 第二个部分是什么 七封信 好 你们已经混离半了 好第三个部分就是四章五章 我们都很熟悉的 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四章五章的时候 就是说 哇天上的宝座 其实那不是重点 那重点就是在天上宝座 做宝座的右手拿着一个书卷 所以起诉四章五章的重点 是在于书卷 好再考你们第一个部分是什么 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书卷 哇你们已经把他这75知道了 好再来下一个 说完以后一个部分呢 就是很长的从六章到二十二章 是一个 征战计划 是神他的策略 他的征战计划 我们看看 可以可以按下下一个 好 来解释一下 这个蒙昭里面再次说 他蒙昭的时候 他第一个看见的事情 不是一头龙 他第一个看见的事情 不是大灾难 第一次 像他行现的时候 在巴默岛上 是看见耶稣 他说 同样今天 我们最需要 怎么装备自己面对末世 其实第一章里面的 耶稣的描述 是不可少的 耶稣的描述 是他第一个 要我们看见 如果你说你要预备末世 不是去买更多的这个水 基础起来 不是去买更多的食物 藏在你的basement 你要做的是 认识一章 对你说话的这位耶稣 你们有很多的描述 这是末世预言的基础 那第二部分 七封信里面 再次了 有时候我们想到七封信 你有没有想到 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东西 在你听过的 这些七封信的 这个信息里面 有没有说 不冷不热 对不对 有时候离弃 起初的爱 所以我们每次看到 起初二章三章 你想这个教会的问题是 离弃起初的爱 不冷不热 以为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我们都把我们的焦点 放在哪里 人的问题上面 可是你看 起初二章三章里面 他会说 对你说话的是 怎么样的神 那对你说话的神 是这样这样这样的 他说 那一位 这样这样这样的神 他对你说 然后把你的问题告诉你 之后告诉你 如果你得胜的话 我就要给你这样这样这样的赏赐 所以怎么样成为得胜者 怎么样胜过你的软弱 怎么样胜过你的环境 你要来定进看 对你说话的真有耶稣 他的描述 你要来看 他给你的应许 摆在你前面 他要赐给你的奖赏是什么 当你定进在他是谁 定进在他给你的应许 你可以胜过你的软弱 你如果一直在定进在他 我这不冷不热怎么办 每天都在定进在 我的不冷不热 我今天又不冷不热 我今天又读圣经 读一下就睡觉 我今天又翻开那个脸书 就不读圣经了 如果每天都定进在这个上面 我们每天就会这个光景 可是你说 耶稣原来你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耶稣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很自然的被他吸引 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 西风行 诶 我这个是又跳掉了 好 我们来看好第三个部分 讲到这个书卷 这个书卷呢 跟约翰后来 在起说后来呢 说神叫他把那个书卷 释叫的书卷 是不一样的书卷 因为那个书卷是敞开的书卷 那四章五章这个书卷 是很特别的书卷 只有七印封起来的 所以就表示这个书卷 非一般的书卷 它是说到权帝的所有权 等下我们来看 当这个书卷被揭开 一个一个印打开来 把这个书打开来的时候 会发生一连串的事情 都跟这个书卷有关 所以这个书卷 不是约翰吃到肚子里面 又填又保留那个书卷 这是不一样的书卷 这个书卷 只有一个人配的可以敞开 好 第四部分呢 这里呢就看到这个 征战计划六到二十二章 那这里说到 耶稣他因为爱 他处于爱 他要回来 他要拯救 他在拯救他的百姓的时候 他会把一切的黑暗国度 一切的罪恶全是完全的毁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好 请问你们第一个部分是什么 第二个部分是什么 第三个部分是什么 然后第四个部分是什么 好 请你问你旁边的人 第一个部分是什么 第二个部分是什么 第三个部分是什么 第四个部分是什么 好 有哪一个你旁边的人 全部回答对了 来举手一下 哇 帮我来带大家给他们鼓掌一下 好的 好 这样来说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起诉四个部分 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 就讲这是萌章 当你读第二第三章的时候 是给教会的七封信 当你读四五章的时候 这是关于书卷 当你读任何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到二十二章的时候 就是关于他的征战计划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问几个问题 也常常听见别的问题 到底我们现在 耶稣来了没 或者是 是哪一个世代 我们现在在哪一个时段里面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来看 而且有人会说 起诉讲的 这一个发生了没 第一印解开了没 第二印所说的 因为我们现在好像也有饥荒 好像也有地震 那到底是不是 第二印已经打开 或第三印已经打开了 所以这时候 我们要来了解 到底我们是在哪一个时段 当我们了解 我们在哪一个时段的时候 你可以做好预备 对啊 我们再看下一个 所以呢 我们把启示录呢 就分成了三个 不是启示录 我们就把这个末世 把它分成三个预缘性的时段 那第一 第二 第三 然后在第三段里面呢 也有分五个阶段 好 这都是按照圣经的词 他说第一个时段是 惨难的起头 那这个惨难的起头呢 是由1948年 火出了1967年 开始 一直到今天 那为什么1948年和1967年 有谁知道呢 为什么我们用这个年份来算起呢 以色列复国 是在1948年 1967年 归赴耶路撒冷 归赴给以色列 所以这个 你知道以色列在神的时间表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所以当以色列从五 已经灭国的一个以色列再次复国的时候 那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实践上的指标 从1948 或者你要从1967年算起 都可以 这个是惨难的起头 你知道这个惨难的惨难是指什么吗 那是很悲惨的苦难 这是指深惨的苦难 那深惨的苦难 我想请问一下当中多少人 生我孩子的来举手 你们知道这个深惨的 惨痛的开始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 就是不是很激烈 然后又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对不对 这很不舒服的 时间还可以很长 有些人可以长达好几个小时 好那是惨难的起头 我们今天是在这一个部分 第二个时段呢 是惨难的加征 就是惨痛的加征 越来越激烈 这个呢 我们称它为大灾难的前三年半 你知道大灾难有后面有七年吗 我们把它分成一半 前三年半 我们称它为惨难的加征 那后三年半呢 我们称它为剧烈的惨难 所以呢 圣经里面用这个深惨的痛苦 来形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 惨痛本身不是目的地 有多少母亲 如果为了惨痛 而承受惨痛 你愿意的 我不愿意 太痛了 实在是痛了 没有办法形容 对不对 你知道我生产前面两胎 我都没有办法打到针 因为太快了 所以我前两胎都是自然 无打针的 自然的生产 把我痛的半死 叫到声音都没了 那那个痛真的很痛 真的是快快混去那种痛 那可是呢 如果我那个惨痛 只是一个痛而已 我会觉得这个痛 真的是很无聊 这个痛就是很痛 不想要 可是每一个妈妈里面 不会放弃这个 经过忍耐 惨痛的这个过程 因为你知道 惨痛至终会带下来的是 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孩子 为这个新的生命 为这个孩子 你可以去忍受这个惨痛 同样 在我们这全世界 我们进入惨痛的这个 这个气头 然后现在还没有进入 将来要进入 惨难的家 这是越来越多 后来是激烈的惨难 就坏到生出来的时候 你知道 自作会带下来的 是一个新天新地 是一个新的国度 神的国度 要这样舞在地上 所以 当你看见那一天 当你看见新天新地的牌道 你今天 可不可以有信心 可不可以再忍耐 如今的疼痛 就像母亲一样 生产的疼痛一样 所以这个墨壁 不是痛本身 是因为要伸出将来的 这一位 直到这个永恒的国度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经文 好 第一个阶段 惨难的起头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十到八节 这里有告诉我们 那这边有说到 你看第八节说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在这个开始 那灾难的起头呢 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日子 有怎么样特别的一个描述呢 我们看下一章 他说到 有好些人会冒我的名来 从各方来 他们要冒我的名 说说我是基督 我是基督 迷惑许多的人 那第二个呢 我们看下一页 说到有听见打仗 和打仗的风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今天 我们是不是处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 你有看下一页吗 好 诶 再看下一页好不好 诶 不是 再下一页 当然 好 这个是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再看下一个 这个阶段 还有一个描述 就是多处都有饥荒 有地震 那我们想说人类的历史里面 是不是一直都有饥荒 一直都有地震 可是你知道这个会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普遍 越来越频繁 好 我们现在继续下去看下一个 第二个阶段是 惨难的增加 关于我就不按了 我就让你们来帮我按下一页 好 这个惨难的增加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九到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那是 谁又要把你们陷害 和难民 你又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 外与外民透露 那是 谁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恶 谁有好处想要先知其来 你或多人 即因不法的事 更多 许多人的爱心 才渐渐的耐了 我又有人来到你的 遗难的救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遍天下 为万民做见证 然后默契才来到 好 这里说到很多的陷害 很多的逼迫 被厌恶 许多人跌倒 彼此陷害 迷惑多人 而且因不法的是 增多 渐渐的爱心就冷淡 我们看下一页 这里呢 前三年半有一个特征 就是在这里呢 我们会看见 敌基督与列国立盟约 那他这个盟约呢 在《诞语》 9章27节有说到 他会立盟约 特别是在中东这个地方 但是人 他们解决世界 这个混乱的方法 就是立盟约 用人的方法来解决 然后铁撒罗尼迦 前书5章1到6节说到 他会带来暂时的 而且是虚假的 世界和平 那这都是在前三年半 然后呢在那个时候 敌基督会与和平之子的烈貌 会展露在世界的舞台上 提晓罗尼迦2章1到3节 所以你看到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是前三年半 今天 是不是已经在前三年半了 还没有 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全球性的领袖 与和平之子站出来 与列国立盟约 还没有 当那一天发生的时候 你知道 我们进入前三年半 然后还有一点 看下一页 大淫妇巴比伦 那就是建造 魔鬼建造建立的 普世宗教和经济的一个体系 为了是要逼迫基督徒 所以在前三年半 听起来好像是世界和平 可是呢 在这个当中 他们会逼迫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不愿意接受说 每一个宗教都是可以的 只有耶稣是神 在这样的光景之下 在这个大巴比伦 把所有宗教 把所有的经济 都连结在一起的时候 基督徒会被逼迫 好 我们现在接下去看 第三个时段 后三年半 也就是圣经里面说的 大灾难 它是从世界的起头 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以后也没有 那我们把后面的这个 第三个时段的剧烈产难 后面的大灾难 后三年半 分成五个阶段 我们再看下一页 这个就开始回到 启示录里面 当你读到启示录 第六章的时候 那就是大灾难的后三年半 七年的后三年半 也就是大灾难 第一个阶段 是印的审判 再看下 再按下一个 第二个阶段 是后的审判 第三个阶段 是耶稣的再来 你们可以把答案写到笔记上面 然后呢 耶稣再来的时候 也就是教会被提 然后第四个阶段 是晚的审判 还没有到那一页 往前去 好 第五个阶段 是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 好 所以现在 我们用启示录六章到后面 有分五个阶段 第一个是 印的审判 第二个是 号的审判 那末后的号筒 吹响的时候 耶稣再来 那就是第三个阶段 耶稣再来的教会被提 然后当耶稣再来教会被提的时候 就会倾倒 最后 神大怒的七晚 就是晚的审判 第五个阶段 就是耶稣要凯旋进入耶路撒冷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阶段 印的审判的形容 在这里呢 再一次重复 就像前三年半 敌基督呢 是以平和平之子 显入在舞台上 对不对 做了这个与世界地的盟约 和平之约 可是到了中间的三年半的时候 他暴露他罪恶之子的真面目 他那个时候呢 会摧毁大淫妇巴比伦的宗教 然后不再是 每个宗教都可以 可是那个时候 不败他的就要死 所有的宗教都是假的 只有他是神 那时候敌基督 要坐在耶路撒冷的宝座上 他自称是神 所以其他呢 当将来的日子 你看见有一个世界的领袖 兴起来 以列国立盟 也说这个和平之约 你知道三年半开始的 前三年半 可是当这个领袖 他坐在圣殿里面说 我是神 其他一切都不是神 只有接受他的印 只有摩拜他的 才可以活 其他一律被杀 那个时候就进入大灾难 是后三年半 也就是七印的开始 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 我们现在跳到 第四个阶段 晚的审判 解释一下 第二个阶段 是号的审判 号的审判 最后一号吹响的时候 耶稣再来 是第三个阶段 那耶稣再来的时候 会把教会都提起来 那第四个 就是晚的审判 那晚的审判 是七晚呢 是要倾倒在 巴比伦原本的世界 经济体系里面 使他从此不带兴起 再看下一页 第五个阶段 耶稣要凯旋进入耶路撒冷 然后在哈密吉多顿的战役里面 完全的击败仇敌 带下先洗面国度 带下新天新地 好 我们看看下一页 好的 现在你们还记得 启示录的四个大部分吗 第一个部分 第一章是什么 我们知道 第二第三章 第二部分是什么 西风系 那第三个部分 第四章 第四个阶段 在征战计划 在征战计划里面 第一个阶段 第六章是讲到 印的审判 对不对 好 第二个阶段是什么 好的审判 再来 第三个阶段是什么 耶稣再来 第四个阶段是什么 晚的审判 然后第五个阶段是 耶稣海旋进入耶路撒冷 好 再给你们考一考 跟你旁边的人来考一考 我们先 用一边考另外一边 看看可不可以记得 第一个阶段一是什么 请你旁边的人告诉你 好 第二个阶段是什么 第二个阶段是什么 第三个阶段是什么 第四个阶段呢 完了审判 第五个阶段呢 耶稣海旋进入耶稣 好 你们好像都在回答我 没有在回答旁边的人 哈哈哈 好 有谁要 有谁要接受这个挑战 来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我们先把它弄掉 有谁愿意接受挑战 有没有 好 我们请师母来 第一个阶段是 硬的 那个号的 然后耶稣再来 然后是晚的 然后第五个是 耶稣海旋 哇 好棒 大家鼓掌 太好了 太好了 欸你想想 启示录六章到二十二章 难不难懂 你其实没有太难嘛 对不对 刚刚不是说的吗 硬的审判 然后号的审判 然后耶稣再来 教会被提 然后晚的审判 好久耶稣海旋进入耶路撒冷 其实启示录难不难 其实不难对不对 听起来很简单嘛 诶可是有人说 诶那中间呢 好像第六印 嗯 七印 跟七碗 七印跟七号中间 好像多了一两张经文 然后七印 七号 跟七碗中间 又多了一些经文 有没有 嘿我们再看下一页 来给你们 你们应该是 讲理上会 可以帮我翻到 那个四大部分中的 五个阶段 好 你看我们刚刚说 第一个阶段 对不对 说到七印 要来审判黑暗的诠释 那中间呢 先使去来说 嘿 请请 我要给你们解释一下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再按一下好吗 诶 可以不可以按下一页 就是按到 OK好 所以呢 在第一个印 他讲完之后呢 七印 就有天使的说明 诶在这个当中呢 圣徒会蒙保守 避免受审判 也不会理气真道 那中间呢 你在看这七章的时候 就了解我们怎样的被保守 然后接下来呢 他又回来说 好第二个阶段是七号 七号发生的时候呢 他又说 诶停停 你暂停一下 我要跟你解释一下 还用第十章 第十一章 还跟你解释一下 那因为先知预言事工 那大幅的征兆呢 圣徒会继续的蒙受引导 你知道听到这些审判的时候 人心会害怕 天使就停下来 我跟你解释一下 不要害怕 你会蒙保守 你会蒙引导 然后第三段说 他说耶稣再来了 会被提的时候 他说听听听 十二到十四章 我要跟你解释一下 这个对峙 敌基督 他的这个邪恶的政府呢 将要完完全全的被取代 耶稣基督的政治公益的国度 要来完全的取代 敌基督的这个政权 就他说好 接下来是七号 第四个阶段 他要拆毁一切的邪恶势力 然后天使就说 听听听听听 十七章十八章 我要跟你解释一下 我要说明一下 这个迷惑呢 是指到淫妇巴比伦 他的这个邪恶的宗教 要迷惑 要渗透到社会一切的体系 可是这个会完全全然的被拆毁 然后再进入到第五个阶段 说来耶稣要凯旋的进入耶路撒冷 然后二十一到二十二章 应该还有的 可能没有放在上面 天使他又再说 听听听 二十一到二十二章 我要跟你解释一下 这个重建 当新天新定来到 新耶路撒冷来到的时候 地上一切都要被重建起来 好 好的 所以刚刚我们说了 启示录可以分为四大部分 在最后一部分里面 六到二十二章 看起来好长的征战计划 再把它分成五个阶段 印 好 耶稣再来教会被提 万 还有耶稣凯旋的经历 又三 大家新天新地 嘿 请问你 启示录难不难懂 不难懂 很容易懂 对不对 再来一次说 耶稣基督的启示 是关于他的人为 关于他的属性 关于他的策略 关于他的计划 一切的丰盛 一切的智慧知识 一切我们的生命 凡我们可得咱们 都在他里面 我们要来得咱 好 我们现在 很快的 从起书里面 再跳出来 现在已经大概知道大纲了 好 我现在呢 会再接下来给你们讲 从四个角度 来切入 那现在我们有 这个四个 四个部分 然后呢 第四个部分 有五个阶段 有五个说明 现在我们从这里面挑拖出来 你知道起书里面 有四次 被圣灵充满 这四个字 有谁知道 这四次的被圣灵充满 是哪里的 诶 没有人知道耶 好 这个英文呢 不是叫 Fill with the Holy Spirit 原文说 In the Spirit 你知道 约翰 在起书里头 有四次 在灵里面的经历 你们想知道吗 你们知道 这个经历 是给我们的 然后呢 我想告诉你们 这四个 在灵里面的经历 在休息之后呢 我会告诉你们 这四个经历是在哪里 好 你们现在可以 休息个五分钟 那如果你们在休息当中 你们找到了 这哪四个 在灵里的经历的话 请你们一定要告诉我 好不好 好 我们大概休息个五分钟 你们会觉得很累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